在这次华圈的《雷宇》中 我将演的是周虎源这个角色 那你上楼去吧 我有一个人在这些 周虎源这个角色并不讨好 在《雷宇》这个剧里面 很多人把所有发起的 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会怪罪到他的口上 你冷静一点 你以为我的心就是死的吗 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于心不忍的事 他就能忘记吗 其实周虎源这个角色 也是一个非常可怨的人物 表面上他好像是一个资本家 活得非常开心 但是其实他三十年一直在回过一件事情 然而在《雷宇》这出戏里面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第二次他的精神 最悔了 他身边的一切都最悔了 过去的事 不必再提了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是一切都最悔了 最悔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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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悔了